南投縣議會近日召開第二十屆第一次定期會 在今日的議程中 縣院蔡明軒針對和屬辦公政策提出建言 希望相關單位檢討改善 保障民眾及員警的權益 這個派出所裡面的員警竟然沒有配槍 介於我們去年我們的雙東發生一件很非常震驚的一個命案 那如果今天我們的受害者跑到警察去想說要尋求保護 結果你警察連槍也沒有 連我們的同仁也要跟著跑出去 縣院吳國昌表示 仁愛鄉、榮興、華岡、催卵和屬辦公 但因為三地距離太遠 資源根本來不及 因此建議陷阱局和屬辦公政策要因地置一 並且能夠補足警力從根本解決問題 議長和聲峰表示 南投縣地幅遼闊 因此合屬辦公政策應該要因地置一 並且在園景補充方面 也應該要根據勤務的需求 多補充男性園景 以因應偏遠地區的一些緊急情況 南投縣省我們全國相跨 府遠省相跨 應該 這你要跟我們書長說一下 尤其是我們現在騙 現在人路在不夠了 現在來的 現在騙來的 只要一半一半 一半的南省 一半的路省 麻煩局長跟中央講話 跟你們書長講話 瞭解我們南投縣 偏遠地區 不過看你現在下來 小孩子下來都在堵櫃 都在堵櫃 都在比較大層的 實在說 讓這裡的分局長也好 我們這裡的書長也好 在釣渡也很難釣渡 不然實在說 原來都把我們報到高 實在都流行 實在說 我不是說流行 涵溫什麼 實在說的 我們警察有什麼 有人在處理工作也好 在中中 堵到的酒水也好 堵到的入水也好 實在很疼 好不好 在本日定期會議程中 針對推動核數辦公後 所衍生的一些問題 議長何勝峰 縣議員 蔡明軒以及吳國昌 分別提出建言 希望陷阱局能夠重視改善 保障民眾以及援警的權益 記者陳維一 南投憲議會採訪報導